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北加福三十位青少年月底将挑战云家七联锋登山露营活动,经进行负重爬梯训练,咬紧牙根努力不屑,展现不服输精神。 加福男仔将于4月28、29参加登山活动,由加福社攻击山友康哥协助带领挑战云家七联锋,走入大自然体会台湾山林之美,一步一脚印登山行,沉淀自己,探索内在,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登山露营活动,加福学自3月起开始一连串模拟训练,背着背包睡带帐篷等物品在加福进行负重爬梯训练,五层楼基本15趟来回爬梯,同时分组在加福户外空地模拟登山主食,社工大保老师从登山背包打包顺序要领使用蜘蛛炉主食,学习在登山中自我照护及保温,学习团队, 为彼此照应确保行径安全等,社工曾配圈林玉珠亲自带领孩子确实做好基本功,为依规定的孩子予以加重训练过程辛苦。 北台南家福为辅助家庭的青少年举办陪伴充全少年展力方案,今年已迈入第四年参与方案的青少年每个月读其居家福参与各项体验课程及任务活动。